Pocket Follow 2 第二代 大家好,今天跟大家介紹 是我們的新機,就是Pocket Follow 2 第二代 首先,我們要介紹之前 我們首先要跟大家說 我們這個教學影片下方是一些文字的介紹 有一些影片很難表達的東西 譬如我們下載連結等等,訂購表格等等 可以在影片下方的文字上找得回 我們可以下載需要的Apps,或者是連結等等 亦都有我們一些影片未能及時更新的東西 我們將來可能會更新 譬如軟件或硬件 所有資料亦都會在影片下面的文字 補充文字那裏 會有更新、補充、更改等等 全部都會在下面找到 大家看完影片之後 記得看下面的補充文字 這樣便穩妥了 首先,我們講講這個Pocket Follow 2 我們的證貨如何識別 首先,有我們的雷射房的標籤 Pocket Follow 2 代 亦都有我們的公司的Apps 你可以掃取這個二維碼 下載我們的公司的Apps 可以找到它有關的資料 無論是Apps,或者是教學 或者是一些優惠 都會找得到的 然後,我們就看看包裝盒裏面 究竟有什麼配件 首先,我們看看 除了包裝盒之外 我們裏面有說明書 我們有中英對照的說明書 你喜歡看中文版、英文版 隨你喜歡 如果看了我們的教學影片 當然詳細 如果看了說明書便更加好 然後,就有機身 機身,我們再跟大家研究一下 如何開機 亦都有後備螺旋掌 一套四隻的後備螺旋掌 OK 我們先拿來看看 說起螺旋掌 記得,我們壞了哪隻掌 如果真的有少許磨花 其實可以不用換 但如果有裂紋的話 我就建議大家換回 看看吧 記住 我們換螺旋掌 就有少許的小技巧 就是 看看我們的螺旋掌 其實有寫A和B A和B 在機臂上 也有寫A和B 這裡寫B字 這裡寫B字 這裡寫A字 A就對A掌 B就對B掌 沒錯 看形狀的話 也能看到 例如我看著鏡頭 這邊 看著鏡頭 斜度是中國八字斜 八字斜下來 這樣便是對的 在屁股都是八字斜 如果裝錯了 也不要緊 看字母又錯 看形狀都錯 就不要緊 如果真的裝錯了一隻掌 飛機就飛不離地 它走不掉 而且風是會向下吹 即是會反轉吹 正常的直升機 或者無人機 向下吹風 它會向上吹風 你當然不能離開地面 這個就是螺旋掌 當然有電池 電池 我們稍後 現在 我告訴你怎樣安裝 很簡單 電池 有個箭嘴 看到嗎 這個有個箭嘴 在我的紅筆這裡有個箭嘴 這個箭嘴 向那邊推 這裡有一個壓位 用手指按下去 接著 手指向這邊推 向我右邊推 右邊推 推過來 這樣就推了路 這樣就突出了少少 用手指按下去 整個就出來了 OK 移回進去很簡單 移回進去 先把屁股放進去 這裡有個電位 電位對電位 這裡有個電位 電位對電位 放進去 先放進去 好 拍平它 這裡有個電的壓位 拍平它 按下去 搞定 就是這麼簡單 OK 然後 可以換電 充電線 充電 我們有一條USB 充電線 OK 這裡便攜 我可以用尿袋 或者是iPhone火牛 Samsung火牛 都可以 充電 你插了火牛之後 它就會有紅燈 有紅燈 充電的時候 看看 充電 充電 就會自己會關燈 充電就會關燈 關燈便是在充電中 充電後 就會開燈 開燈 就會開燈 會斷電 所以如果沒有插電 或者充滿電 都會開燈 開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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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亦可以加配額外的配件 我們推介給大家 首先關於充電 有一個一開四的快速充電器 這個一開四快速充電器有甚麼好處呢? 我們平時充電大約半個小時 現在大約40分鐘左右 大約多半小時 現在我們充四個電 一個小時多一點就可以充完四個電 而且大家千萬不要用一般的USB Hubs 是不可以用的 因為它屬於高壓高流的電 平時我們插進去的 例如電腦用的Mouse Hubs 是不適合用的 千萬不要亂用 最好亦都不要用它來做電腦的Hubs 我怕不適合電壓電流會燒掉 氣材 燒掉電腦就不值得了 或者燒掉 你電池也是的 盡量用合適的器材 千萬不要自己自把自為亂來 這個一開四的快速充電器 就會令整件事快一點點 尤其是去旅行充電時便會方便一點 然後還有就是這個便攜盒 這個便攜盒的保護盒 可以把充電線都放進去 電池都放進去 然後我們後備螺旋槽都可以放進去 或者分充器全部放進去 然後另一邊便可以放進我們的 整個拿去旅行便很穩妥 不用怕放在行李箱裏面會撞崩撞爛 甚麼都不關你的事 所有東西都放在裡面 這個便很值得買 尤其是如果你在家裡的樓下玩一下便無所謂 如果你是真的去旅行 或者去行山 我們建議用起來會好一點 除了這些之外 我們亦都有一個VR眼鏡 VR眼鏡我們稍後會有一個示範 究竟我們的VR有甚麼作用 可以讓我們3D看立體影像 我們稍後會示範一下 事不宜遲 我們還有一個可以加購的配件 就是Skycare 無限換身機的保障 甚麼是Skycare 無限換身機的保障 我們公司的產品 絕大部分9999都是一樣的 有一年的免人工保養 一年的免人工保養有甚麼意思 你買回去吧 如果一年內我們有甚麼問題 產品自己質量的問題 譬如說我買回去還未玩 有隻摩打不動的 或者是鏡頭不動的 所有東西我們會幫你跟進 維修或者換機等等 但是如果飛機 尤其是飛機那部份 有撞過或者你是家裡火燭 或者你已經不小心 被小朋友踩扁了 這些我們就不能夠在一個承包的範圍裏面 我們會幫你檢查和維修 維修只是收回配件費用 人工免費的 但是如果我有一些比較重大的損傷 譬如說我亂說 跌了入鹹水海 或者是我家裡火燭 剛才這樣說 我家裡火燭燒爛了一部機 那怎麼辦 那整部機就報費了 那就可以加回我們Skycare 無限換身機的保障 只要加了我們這個Skycare 幾十元 加完之後 你就可以無限次數 無限時間 以及無限原因 去用半價換回我們的新機 譬如說 你自己疏忽也好 被人打爛也好 或者任何產品的問題 什麼都好 你弄爛了 弄爛到整點都可以 你被大品牙壓踩變了 都可以 然後你可以無限次數 你壞十次可以換十次 你無限時間 你也都可以找到我們 那你拿回舊機 或者是C鞋回來 用半價換新他的機 好划算的 一般一般 九成九成 Pennsylvania 九成九以上的客人 都會有枸口 如果你的飛機 保養得很好 或者自己很小心地 沒有壞沒有性 浪費了 胡сеAR 將來你需要升級到其他產品的時候 例如我們出新一代的機 或者有更高階的機 或者你見到我們其他更高階的機 你也可以用大約半價 即是新一代的半價的價錢 就可以換新一代的機 很便宜 如果一千元就大概五百多元就完成了 低到沒有人有 大家記得如果你在看這個家樂影片 是未買這個SkyCare無限換新機保障 記得在購買的七天之內 必須要去加購SkyCare 最好就是購買機的時候買購買 那就實無錯了 然後 OK 確保有錄影 就可以了 然後我們再講講 就是這個飛機 撐掌那裏 撐開 OK 很簡單的 你看到我這個撕開它 不是撕開它 撕開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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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你撂掌出來 都可以的 OK 撂它出來 OK 然後 這個卡一聲會彈到最盡 你不要打橫一點 這樣來飛 很危險的 撐到盡 撐盡了之後 它大概好像X形一樣 OK 看到一個X形狀 OK 然後再將這個 向上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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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扭完之後 大概是這樣 OK 它這裏有隻腳 就落地 OK 這樣就落地了 OK 它一扯就會轉 轉開整個掌 一扯就 OK OK 沒問題 好 就是這樣簡單的 它的鏡頭有前置鏡頭 和下置鏡頭 待會我們會試 前置和下置鏡頭 OK 鏡頭角度 是有少少可以移動的 但就不多 少少 你扭到最下 就是經典我們拍 航拍的鏡頭 OK 少少向下 不要太低 正下方這個鏡頭 是拍TopShop用的 OK 都不算多用 我待會會示範一下 用電單車的模型 我們待會去看看 模樣是怎樣 飛機講完了 配件講完了 我們講到我們手機APP 手機APP 現在呢 記得我們需要 去下載這個APP Android 或者蘋果手機都可以 我這個是蘋果手機 你可以下載這個APP 我們當然 事先就已經下載定過APP 下載定過APP 大概這個樣子 大家認住它 這個名字顯示不完 不要緊 請記得看我們 這個影片下方的文字介紹 還有APP的名字 還有APP的連結給大家下載 為方便 一些Android的朋友 可能在其他地區 不能下載到 我們可以稍遲的時間 我們放在Dropbox 給大家下載 下載都可以 即是你在Google Play Store 找不到 或者下載不到 你都可以用其他連結去下載 看文字介紹就可以了 好了 所有APP的連結之前 當然先開機 開機 這裡有一顆開關鍵 按下去 它會快閃 快閃的時候 拜託,放下它 放下它 OK 這樣就變成慢閃 你一邊拿著手 它會一邊保持快閃 這樣就慢閃 慢閃了之後 我們就放下它 它會感測自己靜止平衡 然後 手機不要那麼快開APP 不要那麼心急 我們先連接它的Wi-Fi 它會發放Wi-Fi 給我們的手機 OK 發放Wi-Fi給我們的手機 所以就和你們那些 什麼4G網絡 沒有什麼關係 沒有關係 OK 所以你去日本旅行 沒有日本電話卡 是沒有問題的 沒有酒店Wi-Fi 沒有問題 它發放我們接收 所以你去沙漠 都還可以玩到我們這隻機 OK 好了 我們就 找回 咦 找回 就脫了 是 它每架機 都有自己機身編號 這一串號 就是它它獨特機身編號 M 之後 這是它的Wi-Fi名 這一串 尾數888D 然後 開啟 開啟 J字的APP 開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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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這裡用來做示範 這裡有1 2 3 4 個鍵 問好這個教練 你怎樣使用 你現在看了教學影片 都可以的 萬一你出到去 忘記了教學影片 每一板的按鈕 是什麼意思 這裡都會有顯示 我調光一點點 我調光一點點 OK 這樣就可以了 你可以再看 不過也很容易記 好了 接下來 這個Album 就是我們拍過的相簿 你可以進去看 我們拍了一些東西 這些就是剛才我們拍的東西 像素都很高 拍照全高清 1920x1080 拍片就是 1280x720 然後這個齒輪 齒輪進去 就有不同的 這個 不同的 mode 是那個 搖缸 空缸 空缸 空缸的 mode OK 就有四個 我建議大家用回最典型 叫Rocker OK 其他那些 你自己可以研究 其實都不難的 有左手有門 右手有門 現在我們九成九九九的 玩家 或者是現在出的新機 全部都是左手有門 即是所謂的 Mode 2 左手有門 它預設本身也是 中文、英文、Language 我選英文 其實都沒有什麼所謂 因為裡面全部都是公仔 沒有什麼文字 更新 更新 現在沒有更新 現在是最新版 剩下一個就是Start 一按進去 這樣就見到了 OK 就見到這個 現在太近了 OK 因為航拍拍軟一點的東西 OK 這個你可以看到它已經有一個影像 而且反應都很快 現在反應都很快 好 接著 我們看看 逐個按鈕 逐個按鈕 我們就會教大家 是怎樣用的 首先 我要跟大家說 如果你們要練習的話 我們建議先在一個室內 練習 一個沒什麼風的地方 以及你可以撿得到的地方 又不要太細眼 在自己的廁所 在浴缸那裡飛 你當然是挺撞的 OK 給自己一點Buffer 去適應一下 所以我建議 一個在家裡的大廳 沒有什麼 貓貓狗狗 或者小朋友 阻礙你的地方 那麼 室內玩完了 再去室外的 一些比較靜態的 沒有什麼風的地方去玩 當然不要選擇什麼懸崖邊 海邊 第一次去那些地方玩 你自己也很害怕 我們就不建議 那才去玩 而且距離又有近而遠 最近三兩米 接著去遠一點 五至十米 再遠一點 四五十米 因為去到五十米 都說了十七層樓的距離 其實這部機器這麼小 去到十七層樓 你都看不到 你如果突然間去那麼遠 你自己剩下的鼻子這麼小 或者芝麻這麼小 你是看不清楚 它飛得如何 所以記得 我們盡量去一些安全的地方 和安全的距離 去連接 連接慢慢熟悉 我們才會飛遠一點 OK 這裡我們看到 然後 我們就 講講這些Wi-Fi連線 Wi-Fi連線 可以連多部手機 但是 有一個限制 它發放Wi-Fi 你別人接收 很簡單 水只有這麼多 我分給越多人 每人拿到的水份量 就越少 Wi-Fi 就只有這麼多 它發放出來 如果有十個人接收 和兩個人接收 或者一個人接收 當然是越分越薄 所以如果分的人數 就越多 每個人分到的越少 速度就越慢 Wi-Fi的串流速度越慢 控制的反應就會慢一些 或者 就是 控制的 影像的串流回來 就會慢一些 或者會疾氣 建議大家 不要在太多人同時 連一部機的情況下 去飛 還有 如果你的手機 可以清掉一些 不要的APP 或者不要開 可以釋放多些 即時機器 看你的串流 影像 也會好一些 因為有些人 為何你的電話 那麼順暢 我的電話 飛同一部機 又不順暢 除了電話的性能 級數有不同之外 會影響了Wi-Fi傳送速度 亦都有 有時關係 我們很多時 如果電話開機 不關機 可能iPhone買回來 兩年都未試過重啟手機 或者晚上就不懂機 充電就第二天 你會即押了很多 即時記憶體 在之前用的APP 或者正在用的APP 或者諸如此類 未釋放出來 你的機器就會越行越慢 所以為何機器會越用越慢 就是這樣 為何我會比上年慢了 這些大家最好 都保養一下 你自己的手機 亦都有影響 我們逐個說 裡面的案件 第一個 這個就反去上一版 我們進來 第一個 第一個 叫做 水平校正 如果Android 有機會 這個公仔 他是另一個公仔 圓綠綠的公仔 不要緊 都是這個位置 這個水平教成是甚麼意思 飛機站起飛 升機 都要知道甚麼是水平 這樣叫水平 那是水平還是水平呢? 飛機不知道,要我們告訴他 這就是靠水平校正 很簡單,水平校正的原理就是 放一個地面或者水平的桌面 然後按這個按鈕 按這個水平校正 我們試試按一次 按的時候,這盞燈就會閃亮 按一下就會閃亮 這裡有個字叫Sensor Calibrating 它會閃亮 閃亮的時候,麻煩你不要動它 讓它很靜止地做了水平校正 但是,你現在起飛之後 它就差不多用這張桌子的水平來起飛 但有少許問題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留意 第一,你這張桌子肯定是平的嗎? 誰說的? 尤其是你這塊地板也未必平 你這張桌子更加不是平 你這張桌子的桌子日日磨一下磨一下 有一邊可能磨多些,不平的 第二,這裡看到嗎? 有些小腳 這些小腳是升升降降 有機會不平的 有隻腳下地先磨多些 那隻腳就不太平 睡在地板上,可能放在地上 本身已經沒有歪了一點 所以,桌子的水平和地上的水平 或者雙腳的水平 全部都只是作參考 不是絕對水平的 什麼叫水平呢? 記住 水平校正是用起飛水平 起飛水平 什麼叫做起飛水平呢? 好 起飛水平即是說 你起飛之後 如果在沒有任何定位控制的情況下 沒有定位情況下 起飛之後 它會不會有明顯的快速的某一個方向的飄移 譬如說,每次都是向右邊飄的 在沒有定位附載之間 現在我們有定位 這裡有個光影定位技術 在這裡 這個光影定位技術其實是什麼加科呢? 就是這隻攝影機 它會不停地向下拍照 不停地拍照 譬如現在拍到這輛無形電單車 拍照 每秒鐘就拍25次 如果機器向右飄移了 它下一次拍照 那個影像是否向左邊移動 因為它的機體向右邊 車仔是否向左邊移動 它每次拍照 它就會感受到這件事 會知道自己和地面比較 向右飄移了 接著就會作出修正 作出修正是怎樣? 右邊這個馬達就會加轉速 然後令到它向左邊飛行 來平衡這件事 這就是光影定位 我們這部機器的光影定位 這個大約的原理 大約更加複雜 我就不說了 如果在沒有任何這些定位 情況下 它如果向右邊明顯飄移 你需要做一個水平校正和電子法 水平校正 放在桌面 但剛才說了 桌面不一定平的 我們就可以用電子法 電子法是甚麼意思? 電子法當然有張紙 我們就拿一張紙出來 剛才我剛才說 向我的右方飄移 即是這樣飄移 即是這樣飄移 即是它會覺得這樣 才叫做正常的飛行 這樣的角度 即是右邊倒下來 然後向右方飄移 這樣的話 我們就可以在水平校正的時候 在機身的右邊 這樣 線一張紙 張紙最好薄一點 不要整張卡紙 用A4紙這些 墊 接著 做水平校正 按一下 又閃燈 在閃燈的時候 不要動它 接著再起飛 起飛的時候 仍然向右邊 即是張紙不夠厚 再墊 張紙或者對摺 不要對摺 最好墊多張紙 一張、兩張、三張、四張、五張 一直加下去 加到它怎樣? 飛起來水平為止 這個水平校正就完成了 如果你加得太多 譬如說十張是合適的 加到十五張 多得太 就向左邊飄移 加飛機向左邊 麻煩你選擇 或者在左邊加些字 令到它平衡 所以水平校正做完之後 是沒有什麼飄移的 做得好 而且你一輩子只做一次的水平校正就可以了 做得漂亮 只做一次 就可以記錄在這部機上 永遠都不用動了 所以建議大家 如果你是好聲的話 就做漂亮一點水平校正 有些人說 我做完水平校正 不過它還是周圍飛 那就是你的水平校正還沒做好 那就是指的數量不對 就是這麼簡單 行不行 OK 然後我們講完水平校正 以及電子法 然後我們就會講一下這個 手勢的功能 這個手勢 我們這部機器有兩個手勢的主要功能 一個就是手勢自拍 以及這個手勢操控飛行 手勢操控飛行 是什麼意思 首先我把手機放下 好 好 好 飛機對著我 這樣對著我先 這樣對著我先 這裡太近了 因為平時航拍不會那麼近 但我現在當是這麼近 按了這個手勢操控 它會問你是不是真的開 我按確認是 我真的開的 OK 然後我把手勢給它 看到嗎 它會紅色的 由藍色變成紅色 藍色的辯認當中 紅色就代表辯認到 你給了手掌 好像我這樣 給了手掌的手勢給它 看到嗎 我向右邊移動的時候 正方形 長方形會跟著我一起走 如果它太邊的話 飛機就會轉一下 令到它的手掌永遠在你的畫面 鏡頭裡面 這樣的話 很簡單 這樣的話 如果我的手向右邊轉動 它不會追回我的手向右邊 一路轉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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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會控制到飛機左右的鏡頭角度 你也可以向上移動 或者向下移動 如果向上、向下移動 去到畫面的頂端和底端 那個飛機就會遷就你的手的高度 它就會向上升或者向下降 所以簡單來說 飛機看著我 自拍 我可以用手掌打橫移動 左右移動 或者向下移動 來控制飛機 鏡頭永遠保持在我要的角度裡面 這就是手勢操控的 不是自拍 只是操控飛行 OK 用了手掌的東西 這裏還有另外一個鏡頭 剛才說的前下置鏡頭 除了前置之外 亦都有下置 看到嗎? 下置 試試拿車子 看到嗎? 這輛車子 OK 除了前置之外 亦都有下置的下置鏡頭 前置鏡頭的質素是比較好 因為下置很少用 主要是前置鏡頭 好 然後 再下面這個 按一下在前面 按一下在下面 這個 就是我們的自動起飛自動降落 等一下我可以試一試 自動起飛自動降落 OK 然後 按一下起飛 它大概會離地 大概是1.5至1.6米左右 差不多我們去膊頭 按上下的高度 就會停下 等你的指示 按一下 按多一下 這個 一鍵降落 它就會降落 降落到地面 或者你有手掌 接著它 它會停在手掌 好 這個 就是緊急煞停 緊急煞停 不要亂按 一按 它真的會煞停 四個螺旋掌 就會立即停下來 跌下來 在很危急 很危急 很危險的時候才會用 或者你擺明是 炒了機 掉下去 坑渠 你才按這個 就會保護到螺旋掌 免費燒 或者是甚麼 因為如果你鍵緊了螺旋掌 而螺旋掌 如果螺旋掌 繼續給電去的話 要不就螺旋掌 就會破壞 損壞了 要不就螺旋掌 會燒了底板 這樣就不好了 所以有意外 最好沒有意外 有意外 立即停止它 這樣就沒有意外 這個 這個 就是我們是否飛行 我們要飛行 就螺旋掌 這樣兩個控缸就會出來了 這兩個控缸 左手 記一記 左手 是飛機的升降 左手上下 飛機的升降 左手的左右 是飛機的轉左轉右 轉左轉右 Rotation 好了 右手的前後和左右 這個容易理解 就是飛機的向前飛 向後飛 向左飛 和向右飛 這個很容易理解 就是這個前後左右 兩支空缸 記住 有時 不要弄錯了兩邊 有時 左手用右手弄錯了 有些人 這裡 錄影 很簡單 錄影 錄影 就要數秒數 1秒、2秒、3秒、4秒 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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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插 就拍照 拍照 錄影 後 在我們剛才的相簿 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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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0x1080 而影片影片是1280x720的像素 你可以分享和刷除 這些隨便隨便你喜歡 按住這兩個 我不喜歡刪除了 問你是否刪除 例如 iPhone 照片集 你也可以找到你之前的影片 即是剛才這個 你都能夠訂閱 OK 然後 在我們的 剛才我跳走了的app 先連線 當然你不要學我 連連線就可以開其他app 我剛才為了給大家看看相簿 連回其他app 接著我們繼續 這個就是追蹤 這個追蹤就是我們其中一個最多人喜歡的功能 按了這個追蹤 它會問你是否刪除 確定 有些東西 句子提醒你 也要看的 確定完之後 提提六波 確定完之後 確定完之後 你選擇了它 變成紅色正方形 變成紅色正方形 紅色正方形 用紅色正方形 我這裡當然太近 你正常的追蹤 追蹤航班不會太近 譬如說五米範圍 五米以外 等等 它會把整個人 按了這個人之後 它就會追蹤你 我現在暫停了 追蹤你是什麼意思呢 譬如說我起飛之後 距離大約五米 追蹤我這個人 我它就會保持五米跟我的距離 我向走近飛機一米 飛機會退後一米 我離開飛機兩米 飛機會追蹤前兩米 它永遠保持大約五米的距離 如果我轉彎 我打橫走 飛機亦都會跟著我 會旋轉 令到我追蹤我個人 保持在畫面那裡 所以向前向後或者轉彎 都可以追蹤到我 這個就是追蹤功能 有一樣東西要提提大家 追蹤功能 最好是室外才用 因為室內 它一旦走 你都不夠時間 不夠地方 去追蹤或者退後 你走前一步 它退了一步 就會撞牆 沒有那麼容易控制 我最建議就是 在室外地方去飛行 如果你第一次使用追蹤功能 最好都不要在很危險的地方 在海邊、懸崖邊 使用我都不建議 所有生育功能都在安全的地方 最好在一些草地 有什麼事你降到地上都沒有那麼傷 就不要掉到懸崖先 OK 這個就是追蹤功能 另外就是 本身有一個 就是手勢功能 譬如現在看著我 我的人 我不知道這麼近 可以不可以 因為實在太近 OK 這樣 給它一個V 大家看到 777 就會拍了一張照片 看到嗎 這裡拍了一張照片 如果我給它一個5 給它 它這裡 看到嗎 就會數秒數 即是1,2,3 即是秒數 你再給它一個5 五隻手指 它就會停止錄影 所以如果飛起來的時候 你不夠手去按鍵 你也可以用這個功能 V字手勢拍照 5字手勢錄影 再給5手勢 就會停止錄影 在任何情況下 都可以使用 除了手勢功能 因為手勢功能 你用手勢去控制它 左左右右 你不應該用手勢去控制它 否則有衝突 好 然後 30 60 18 這是速度 是它飛行的速度 飛行的速度 越高 飛得越快 很簡單 我建議室內或沒有風的情況下 用慢一點的速度 室外或大風的情況下 用高一點的速度 在戶外 我建議用高速 室內用低速 好 這個 影像調轉 因為有些 尤其是Android手機 底板是調轉的 有些底板的寫法是調轉的 把圖片調轉 我們可以調轉 沒有什麼特別的意思 這個 變成一個3D image 3D立體影像 可以配合我們的 Goggle眼鏡 來使用 這裡 可以開啟一個 雙重影像 可以放進 VR眼鏡 使用 這裡教大家如何使用 VR眼鏡 很簡單 我們首先介紹一下 可以打開窗口 亦可以看出去 手機可以看出去 有兩隻眼鏡 這兩個眼鏡 可以調校 瞳孔的距離 即是這兩塊鏡頭的距離 你可以看到 會動到 因為每個人的 眼球 位置未必一樣 好 亦有 這一個 就是電話的托 當你這個電話 回到 VR模式 的時候 App 回到VR模式 的時候 將它安裝 進去手機 這個 就會放進去中間 OK 這顆 我壓住 大小聲 可以把一顆的 移到另一邊 就可以 不會壓住 大小聲 因為這顆的 膠紙 是可以移動的 因應你自己的手機的位置 放在不同的位置 不會把手機的按鈕 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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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了 把這個手機 我這個是 iPhone 這個 6 Plus 7 Plus 這個尺寸都可以 然後 把它放回 這個 VR眼鏡 OK 你可以 看看 我們這裡有些 保護的 紙 可以撕開 它 可以撕開 這個紙 可以撕開 它 這樣就可以 看回 裡面的畫面 兩隻眼 都有畫面 看得到 可以戴上頭 就可以 用第一身視角 來飛行 當然我們需要另外一個 控制器 譬如說 視乎你 飛機的型號 有些是用另外一部電話 或者另外一個遙控器 這個就是 VR眼鏡的示範使用 大部分的東西 九乘九九九已經都說完了 如果我們真的 有些什麼漏了 大家可以 Whatsapp 或者是向我們技術的查詢 但我都要提醒一下大家 幾件事 第一件事 練習一定要先在室內練習 然後才去戶外出去練習 室內有什麼事 你在家屋裡摺得回 而螺旋掌 因為那個轉速 我們這些安全轉速 你切不進皮膚 就算撞到也有少許疼 最多你摺回機 或者摺回機 或者摺回機 好過跌入鹹水海 或者跌入懸崖 第二 由近而遠 慢慢練習 初頭是一兩米的距離 慢慢感覺清楚方向 然後 慢慢越來越遠 然後 5米、10米、20米、50米 慢慢圓 最遠距離是50米 50米大概是17層樓的距離 都幾圓下 這麼小的機 然後要熟悉了一部機的初步控制 才可以追蹤 以及不要在危險的地方飛行 還有一件事 手機盡量清空 清除一些不要的APP 以及沒有開的APP 好像我這樣 我這樣就是一個不太好的示範 你看我多少APP 你擺明浪費了很多即時記憶 你看我還未掃完 這麼多APP 麻煩關掉不關事的APP 這樣才可以飛起來順順 大家都開心一點 還有做好所有水平校證 電子法 全部做好它 有問題 最好不要魯莽飛行 即是和我們先查詢 然後才飛行 剛才有一個講漏了的 就是 有一個叫Motion 這個重力感應 遙感操控 開了這個遙感操控之後 你進來 左右的角度會轉 而這個要按緊它 按緊它之後 看到粒滴就會跟著我的水平 我向前遙動 飛機就會向前飛行 我向後遙動 飛機會向後飛行 向左遙動 飛機會向左飛行 如此類推 這個就叫遙感操控 遙感操控 不過我建議 最初沒有這麼熟悉 用Rocker 這個第三個 就是最典型的兩個十字控缸 來飛行是最好的 這個我自己覺得 OK 應該沒有什麼遙漏 如果有什麼問題 可以看回影片下方的介紹文字 第二 可以先查詢技術 我們的示範 有什麼問題 隨時WhatsApp聯絡我們 多謝 你 可以找到 這裡 很喜歡 這個 有什麼問題 不會 有什麼問題 對 我會認識你 有什麼問題